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次我要向大家推荐三个地方江西三里冬季旅游必备可以泡温泉的汤里不泡温泉的冬天是不完整的冬天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温泉带来的乐趣还有千年古镇可以探寻瓷器本源的窑里享受瓷器带给窑里的别样风情如果你每天被城市的雾霾困扰不如来到湾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感受一下刺激的悬崖秋千也是别样的风情啊如果电视机显得你想要错开旅游高峰期却又不知道哪里好玩的话不如就仔细收看咱们江西哪里最好玩为您推荐的江西三里去发现平时看不见的江西美景吧 江西省素来矿产资源丰富早在唐代中叶就有一座城镇因瓷窑出众而得名窑里直到本世纪初叶瓷窑外迁窑里才更名为窑里这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地方既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是人们享受大自然的绿色仙境窑里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福良县北路与安徽毗邻 南昌市窑里三个半小时车程 景德镇市窑里一个小时车程 交通十分便利 哈喽 大家好 开动态游江西 江西哪里最好玩 江西窑里最好玩 今天我们来到了景德镇的窑里 窑里的历史其实非常的悠久 是始建于西汉末年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而且咱们窑里呢还是紫之源 茶之香 云之大有这样的美称 是不是非常的好奇 对 好奇 那难怪了 我刚走过来的时候看到了那个树都特别特别的高大 而且房子都特别的古老 这种古香古色的感觉 没错 那今天呢咱们来到窑里呢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还有任务 对 在咱们窑里呢有一项非常这个著名的旅游资源 瓷源 哦 紫的 对 咱们瓷器的源头 那今天就是我们要寻找的 这个瓷源具体是什么 待会我们就要自己找找看了 江西哪里最好玩 江西窑里最好玩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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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位这个气语非凡的是 我是这个山庄的庄主 哇 难怪气质就是不一样 天生的 男子气 哇 这个民宿很有特色 对 这个地方叫梅里山庄 这是在窑里景区呢最有特色的一家民宿 我觉得你们这个客栈真的好漂亮 从外面一看就是古香古色的 因为你们整个村庄都是古香古色的吧 是 是 是 非常的人气 特别能代表我们窑里的特色 对 那咱们去 先看一下 我带你们去 好 我们想给来到窑里的客人们一点特殊的感触 所以其实是在我们的房间里 我们也做了一些特别的布置 比方说我们放了很多很有代表性的瓷器 在房间 对 发现了就发现了 因为我刚才想拍这些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这旁边的 是因为窑里制词呢 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了 那么宋代的瓷器以清白词为主 所以这种清白词很能够代表 这个宋词的特别 你看这套型好特别 你看旁边 是的 我觉得很难 这种的记忆挺难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认为瓷器很简单 但其实这种工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这窑里是千年词度的源头 所以说这个瓷器就是能够代表咱们景德证的千年的瓷器了 对不对 是的 那今天咱们也是来寻找过瓷器有关的任务 对不对 没错 我们的瓷器的源头 瓷源 在哪 我们一会就会去到我们的高领山去寻找我们致瓷的源材料 那我们现在出发好不好 现在出发 对 寻找源材料呢一定需要工具 也需要你们的法器 法器 所以摆在你们面前的是三种不同的工具 都是我们一会去寻找 我们要那个 大家随便挑 那个好看 你们最好还是剪刀石头布吧 为什么 剪刀石头布 因为有些工序很复杂 可能需要去爬山钻洞 这三个工具都各有用途 是的 各有用途 它都有 那我要好好选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三二一出 什么 你就最后一个选 最后一个选 两个选呢 没事 反正都是一样的 三二一出 好 好棒 我可以第一个选 那我选什么呢 选哪个呢 我应该不会 选这个吧 我觉得 不不 我觉得这个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我选这个 我觉得他也欢欢 就这个 我觉得很好 就比我都高 就很难携带 我要选那个 我选要那个 贝勒贝勒 我觉得这个就是 再咱们叫小巧啊 特别有田园风的感觉 我想要 那我们依次排序好不好 不是 刚才我觉得你这个 特别不会的气质 你来 我可以 带死了 我把 丢了给你的 我 我 你拿一下 你个爬戟人 还高 这个工具叫泥爬 这我神气什么 它跟九尺丁爬差不多 挺好 那只不过我是猪八戒 那猪八戒的神气才是这个呀 那我们一起出发 好 走吧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要去找一条小溪 取一条水 哎 那里有一条小溪 哎 这个小溪的水 看起来挺清澈的 应该水质不错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溪水 应该很清澈 看到这个溪水 我都口渴了 这样吧 我们先喝上一瓢 哇 哎 这个水真的挺清澈的 来咬一瓢 快看这个水质 天然无达质 看我的造型像啥 像不像猪八戒的那个爬 你哭的对我说 怎么怎么 都是骗人骗人的 哎 姐 这里太多虫了吧 哎 快看 骨矿洞接肤瓶 不用说了 我觉得这里跟我很有缘分 都写了骨矿洞 肯定有我要找的东西 快 扛着我的爬 上去就找东西 哎 快看 接肤亭 我到了到了 终于 看 接肤亭是为什么 接丈夫吗 高岭接肤亭 具有特别的含义 据说矿工们 因为长期不能回家 家眷们只能在 年节的时候 来到山中探望 那时的妇女们 打扮运行 拖儿带女 在亭内与丈夫见面 所以说呢 这个接肤亭呢 也有这个团聚 和圆满的一种寓意吧 我觉得 所以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 感受一下 哇 其实在这里还挺 挺有感触的 就是觉得 就是代表了一种 思念的感情嘛 心想矿夫们 每天都非常辛苦 在矿洞里面工作 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 就是小孩呀 还有自己的老婆呢 才能来这个地方 来看他们 所以才叫接肤亭 我现在才明白 原来接肤亭 是这样子来的 我的天啊 快看 这个土是白的 看上去就很好看 这个土绝对绝对 比我手上这个土要好 我现在一定要拿一些 妈呀 好兴奋 这个土好好看哦 白白的土耶 我一定要挑一部分 最白的 因为我觉得白这个土 真的很少见 我真的头是件白色的土 我太聪明了吧 这是为我自己的 聪明智慧 所感受到了 我现在这个姿势 是不是特别奇怪 快看 哇 这个土真的是白色的 把我刚才那些 第一次取的那些黄色的 全部掩盖掉了 就是它了 我觉得就是它了 拿着这些土 装好它 太好了 开心 走喽 你们快看我身上的土 你看我的鞋子 你看我的袜子 还有我的头上 丧心病狂见诸 到底是什么 能够让我在这个 这种恶劣的环境 是爱吗 是责任吗 不 都是导演组 是任务 走了 我们已经取到土了 现在赶紧走吧 好了 现在我就是 姚里小精灵本人了 这一路上呢 因为我也不知道 原材料是什么 所以呢 我每样都拿了一点 因为反正我篓子也很大嘛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优势 就想拿什么 就可以往里面装 你们都找了些什么呀 我找的是土 用了这块爬 找了这么多土回来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 应该是磁缘 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 对 老师呢 我找的是水 因为有土也要有水 对 对 对 水应该也很重要 必不可少 对 老师呢 我这个篓子就是百宝箱 它里面呢 有这个剪的石头 石头 对 我挖了一些土 但是已经撒了 因为这个猪偶它是low的 那老师 咱们三个找的都是制作磁器的三大重要元素 对 对 对 那我这个土是不是非常合格的土呢 因为我知道咱们做陶瓷嘛 土是特别重要的 土是重重的 对 所以我今天找的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找的土是白土哦 你找的这个呢 是其实是那个原框的那种高龄土 但是还达不到那种直接可以用来制作陶瓷 高龄土也就是瓷土 它是制作瓷器最重要的原材料 因其最早发掘于姚里高龄罪而得名 高龄土的使用是我国乃至世界制瓷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高龄土胎色白净 瓷胎耐火度高 从而使景格镇陶瓷成为硬制瓷的代表 那咱们这个高龄土应该怎么获得 你带我们去好不好 好啊 在获得之前我们来先来做一个游戏吧 游戏 是什么 来一个那个称竹牌吧 竹筏是姚里早年间当地村民运输瓷土矿的重要交通工具 那个年代姚里村民沿姚河将瓷土矿运往景德镇 再从景德镇将一些生活必需品带回姚里 竹筏比评规则 三人各自称乏到达木桥 按排名先后获得不同品级的高龄土 咱们已经到了花竹筏的地方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花 对 好期待啊 老师这个竹筏 这个比赛之前我们也是不想说的呀 安全第一 比赛第二 其实今天跟我说又要玩游戏 而且是玩竹筏的时候我特别崩溃 因为我觉得竹筏很危险的 你滑不好会摔下去 而对于我这种游戏黑洞来说 我都不担心赢不赢的问题 我担心我自己的人生安全 如果摔下去都没人救我嘛 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刚开始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竹筏 但是我觉得听起来应该挺简单的 就是把杆子像滑桨一样 撑左边撑右边嘛 很稳吗 很稳 很稳 我上去 来 不行 我要挑那条最大的 应该最大的 比较安全啊 其实这样走上来感觉还好 对不对 我已经 好了 天呐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好 开始了 好的 来 我们开始了 我要做什么 天呐 怎么不动呢 动不了呢 啊 是不是我太重了 啊 啊 他不动了 你看 你是怎么动的 欢欢 我找到诀窍了 真的适合像我这种力气大的人 你们太瘦了 啊 啊 天呐 天呐 我感觉他在动了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哎呀 天呐 哎 好像慢慢找到诀窍了 来 哇塞 看来我平常锻炼真的太少了 我觉得我肯定要最后一名了啊 看到没有 这就是差距 我太厉害了吧 哎 我发现了我今天的一个 我发现了今天的一个技能 没想到我 我把这个竹筏这么的厉害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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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不动了 这么快 我给你推一下啊 我助你一臂之力啊 好的 谢谢老师 哎 好 谢谢 老师给我走 走了 哇 他开始动了 加油 刚刚上船的时候呢 因为欢欢他的船就是最靠外面 我已经看到啊 他已经快离终点很近了 当时我就想 欢欢怎么这么厉害 然后我怎么去划那个竹杆 他就是不动 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是我力气使错了方法不动 对 还好 有老师就是推波助澜 给我推了一把力气 然后我才慢慢慢慢的 然后到这个湖中央 插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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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哥哥跟着我是不是很幸福呢 胜利是属于我的 我快到了 我们加油 我真是没有想到 我到了我到了 我是第一名 快点 快点 我要摆一个pose 今日的我 是拔足牌的第一名 嗨 我的朋友们 你们还好吗 所以做人不要太得瑟 我们还是安安静静的等他 不要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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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磊呀 美羊呀 你们要加油啊 天呐 我已经看到你胜利的背影了 垃圾完了吗你 这个美景真是太美了 躺下来 好舒服 别走 别上岸了 别上岸了 真是太陷阱了 我已经使出了我吃奶的力气了 我觉得我可以超过宫磊 哇 哇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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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贵啊 我怎么越走越远 这个怎么办呢 怎么越飘越远 宫磊 宫磊 你要飘去哪里啊 我这个走 我这个怎么撑啊 不是 雷雷你要往后 你的指甲要放在后面 然后这样子往前 对对对 然后这样子往前 竹法才往前 对 钉不住插道里面去 只有对 对 nice 这是我第一个学生 这是我第一个学生 成功到达 领标 激运的我 这是嘚瑟呢 竹法比拼落下帷幕 欢欢一路顺风顺水 遥遥领先 拔得头筹 杨阳虽然起步最晚 但掌握技巧后 后来者军上 获得了第二名 雷雷眼看要到终点 却没掌握好技巧 倒退几米 落了个最后一名 比拼结束 他们分别获得了三种 不同品级的高领土 开启了他们的制批体验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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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这个碗真的好大 满满的自豪感 我觉得我这个碗肯定是他们两个人 比他们两个都做得好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老师 你到我旁边来 救一下我 我实在不行了 你把这个手 贴近这个泥土 来 这个手这样 慢慢的打开 再接这个碗 你打开 因为泥土太大了 所以它是歪的 是我力气太小了吗 力气太大了 太大了 那就这样了 是这样 你把这个手贴近这个泥土 打开它 就这个碗 老师 我这个机器怎么办 有什么老师的东西 加油 请 欢迎老师 你好 好嘞 老师你能看出我这是一个什么形状吗 老师 这个是我代表你的心意 是我送给你那种心意 看得出来吗 是拉得很好 不不不不 我这是一个什么形状 这是什么形状 这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对啊 我送一个爱心给你 谢谢 平分的时候记得 谢谢 谢谢 然后这边是那个 今天我就做了一个碗的形状 碗的形状 又挖得很深 还行 挺好的 我的这个好像有一点点 这是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陶艺类的 一个那个是吧 很出现的东西 对对 谢谢老师的这样子 这也挺好的 老师很懂我 挺好的挺好的 谢谢老师 这也很好嘛 你们在这个短暂的时间 能拉到这个样子也很厉害 很厉害 好 咱们继续 谢谢杨阳 恭喜 恭喜 江西苍里森林温泉度假景区 是国家4A级景区 位于中国长寿之乡江西同谷县 其森林覆盖率高达96% 富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 动态值3万至10万多个 这里不单可以欣赏美景美食 更能体验当地的风土人们 有着桃园汤里 人门汤里 养生汤里的美誉 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先入住好吗 走 喊出咱们的口号 对对对 喊口号 相信哪里最好玩 汤里温泉最好玩 走吧 汤里酒店有着各种贴心的房型 标准房 休闲麻将房 豪华套房等供大家选择 房费价格包含自助早餐 温泉票 景区门票 好了 话不多说 汤里酒店热心周到的服务 也为我们的好玩团们 开启了本期的体验观之旅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 任务卡 我们又要有作业了吗 体验汤里的温泉 这个算是任务吗 应该是享受吧 对呀 享受吧 走 Let's go 好了 那么我也想问问大家 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刺激的 瀑布温泉 你们想不想体验 它这个瀑布它是带有一定的冲击性的 可以刺激你的身体的这个血液循环 对 我觉得 好像很合适 对 来来来 好 那三位就开始体验吧 瀑布温泉呢 看起来水非常大 冲击力很大 我就坐在那个瀑布温泉的下面 这个水都掉到我的头部上 看起来可能会疼 但实际上一点不疼 就是一种天然的这种按摩 非常舒服 我们刚刚呢 体验到了很多不同的池子 走了一路之后呢 发现有几个细节做得特别好 比如说呢 我们会看到每一个池子前面 会放有这个小心滑岛 热泉出口 小心烫伤 因为每个池子也会有一个温度 比如说像这个呢 现在是41度 是最适宜整体泡汤的温度了 狮子风位于南昌市湾里区 梅岭风景区西北部 樱山形如敦诗而得名 海拔虽然仅有382米 但其险峻不亚于黄山 登上银雾飘渺的峰顶 举目圆眺 远山 静村 田野 一览无遗 可领略山至绝顶我为风的意境 好玩团将来到狮子风 一个不可不挑战的项目 牙壁鞦韆 传说这一项目惊险刺激 高度相当于在100米高的大楼上荡鞦韆 让你甩出灵魂惊声尖叫 好玩团三人依次端水杯挑战牙壁鞦韆 结果以谁水杯里剩下的水多为标准排名 放弃或者水杯掉落均算失败 输的人要接受惩罚 那么第一位接受挑战的会是谁呢 在这个地方风景的确是非常不错 您看前面青山湖泊就像到仙境一样 此情此景我想迎试一首啊 雾所山头山所雾天连水尾水连天 待会我可能荡起来我就说不了话了 万丈深渊太恐怖了吧你们两个 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就是它这个 秋千它底下是没有做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刚想说 我一直听得很厉害 不要再说了 就更缺乏安全感 我刚才已经吓呆了 我听着为什么传说中的木板呢 果然是甩出灵魂的秋千 屁股刚刚往下坐 往下坐 对 哇这么高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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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水 水不能漏 水不能漏 哇 哇 荡出去那一瞬间 这个风景太脏了 还能再高一点吗 我开玩笑了 都怪我 都怪我 好 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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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无所谓 就跟你说 小孩 你慢慢到 我们先走了 拜拜 好了 你是冠军 我们先走了 拜拜 你看 后面两个 后面两个女人就很恶毒 就很恶毒 不过这份风景真的是 独一无二 独一 还是说实话 特别广 特别我只要在抖 因为我是一个男子 还有一个形象 他们都是两个小女生 我再慌我也要坚持下去 努力保持微笑 但当到第三下的时候 彻底放开 感觉你就像在 飞在天空上一样 这个感觉跟过山车呀 或者说蹦极呀 那些刺激项目 都是不一样的 可以让你彻底地 刺激一下 放松一下 所以这个项目 在会儿节目拍完以后 我们要去单独玩一次 等一下 你等一下 你只能帮我当低一点 不要当太高 我真的很怕 好 没问题 我腿要打抖 真的 不愿意 然后站在这个螺丝上面 不是 我待会儿怎么往下坐 这个好空啊 听我指挥就行 好吗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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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站这个螺丝上面 一直要站一边 你再用钱 好 走 干嘛 别再用钱 可以 好疼 我好怕呀 我不想玩了 等一下 我真的好怕 怎么办 我现在真的好怕 我是真的好怕这个 怎么办呢 因为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 这个悬崖秋千的这种视频 它是从人的背面 然后它是 就是很像很梦幻很童话那种秋千 然后一个木板 当时我还挺期待这个秋千的 就是我想 荡在这种很有感觉的秋千上 然后欣赏一下这个山林嘛 然后一走到那儿 我发现 原来是这么惊险自己的 这个发动 百分之百的安全吗 百分之百安全 有五道保护 你想走出这一步 也是突破你人生的一个体验吧 对吧 要变成了另一个你 你真的站在那个地方 心情就会变得不一样 可能真的是 我真的不敢玩 你实在不玩就算了 我做主 莱莱放心很安全 风景很美丽 真的 加油莱莱 你可以的 挑战自己 在一起的 我不会到上面保护你 真的 就是让你的地盘 在那边就 那边就会多数 就是 对 就是 对 就是 那一下情绪很复杂 就那一下其实 很想挑战自己 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可以 但是 就是 脚不听使唤 迈不出那一步 然后就一直在很纠结 很犹豫 然后这个时候 婷子姐就非常的好 非常让我感动 然后站出来说 说 呃 她来帮我当 然后她也来接受惩罚 我其实当时 还没有缓过来 所以 这也是一个 我没有回应她的地方 跟她说人对不起 当时也 心情比较困难 我还有水马 反正惩罚也是我了 对 试一试自己 你为我加油 我是最棒的 加油加油加油 好 修复 壮胆 哇 ook 最棒的 先慢慢往下坐 不不不 对 drives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我不敢 我不敢 嗯 怎么办 我 我感觉我的 心 心到这里来了 怎么累 好 我们事先慢慢 静一下好不好 加油 女人 加油 我不敢 我真的很害怕 最棒的 加油 加油 那我们先 我们就不当好吧 我们就坐上面 坐上面实际上是在隐蔽上 对 我就是一直卖 卖卖卖不了那一步 就坐下去的那一步 那当时你的脚就喜欢我了 对 你温柔一点 温柔一点 像对女朋友那样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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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天哪 我拉着你了 我跳 不要跳他 好没对是不是很稳 他 他不会掉下去吗 哈哈哈哈 你看你现在是不是抬得严密 对 抬起来就好 这个真的好恐怖啊 好 试一下 是不是很稳 是不是很稳 是不是和在家一档球前一档 可以 可以 可以是吗 不要 好 不用力 不用力 张燕当球 小 走一个 啊 不要 再来一个 好 走了 非常棒 跟你小朋友在来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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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 现在感受一下 别动 别再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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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推了 我头晕 ok 好 说实话真的是非常可怕 我觉得我自认为 我的胆子还算可以的 在女生当中 但是当你整个人 被推出去的那一下 第一刻是非常非常恐怖 很恐惧的 但是多来几个来回 然后你慢慢的心理适应了以后 你可以睁开眼 然后去看看整个山下的美景 然后去呼吸一下这个空气 慢慢的去享受一下那个过程 其实还是挺美好的 因为我觉得人生当中 可能这样的时刻也不是特别多 那一刻我又觉得 有点感谢自己 就是那么有勇气的 去踏出那一步 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牙壁球线 我觉得还是蛮赞的一个体验 那在节目最后呢 也要非常感谢仲泰汽车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作为旅游频道的唯一指定用车 仲泰汽车还会送上一个豪华大力包 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对就是您购买仲泰汽车 可以享受7.5折的巨大优惠 所以要买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没错 那就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江西旅游攻略军 活动详情都在里面啦 是的 那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邀请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喊出我们的口号 好吗 江西哪里最好玩 江西光里最好玩 江西哪里最好玩 江西哪里最好玩 江西哪里最好玩